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2015年 靠近年底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下2015年的 康熙來了 到底邀請了哪一些 本來跟演藝圈無關的人 可是因為參加康熙來之後 卻變得很有名 甚至影響到 他們的家人的生活態度 就是 怎麼樣 你以為我是謝正武嗎 你是有鏡片的嗎 是有 怎麼樣 妳是最近戴眼鏡了嗎 不是 是因為那個 那個拆隱形眼鏡的時候 太大力 然後傷到那個... 你知道什麼 眼角膜 對 還是腦細胞 可是妳戴上的意思是 妳今天有想看清楚的人 因為我如果不戴上的話 我真的看不到他們的名字耶 妳是為了博翰戴上的吧 我當然是很想要再次看清他 他是不是... 他看起來比上次滄桑一點了嗎 我覺得好像是 看起來比上次年紀更小耶 柏翰妳是今年的幾月來康熙的 四月 2015年上過康熙的 本來跟演藝圈無關的人 做了一個表單請網友們 是否有空的時候可以來票選一下 結果他們選出來了 前十名他們希望再次在康熙來了 看到他們的這十組人 那我們今天把他們請回康熙來了 歡迎各位 你們好 歡迎 十組當中有的是兩個人一組 有的是三個人一組 然後我們今天會回顧他們 在我們康熙來了的表現 然後我們有幾位明星 會跟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幾位的 未來發展的方向 應該走哪條路線 歡迎各位明星 你們 你們看我 你怎麼把眼鏡拿掉 可是我不去講喔 那麼多女生我看過喔 你戴眼鏡是最漂亮的一個 自己先 其他還有誰 對啊 我也想不出來其他還有誰 沒有啊 很多女星 偶爾會戴眼鏡啊 我們剛剛有坐一起回顧 我就想到 沈念霞是有戴眼鏡的 好 亮澤有出那個寫真集 所以我們為亮澤 從當中選出一些重點照片來 這個座封面妳覺得OK嗎 這張還OK 好 Better 這正常 對啊 OK 這不用管 太遠 太遠了 骨勾... 敬業 所以應該只有 一個做封面 一個做封頂 做耶帶卡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男性要出寫真集 不露一點什麼 有什麼好處的 亮澤今天要來呢 他說他要給我們的這前十名的 捧紅的素人 其中一個人做人工呼吸 因為他覺得他來我們康熙的時候 氧氣不夠 所以他... 太緊繃了 但要看他今天有沒有這個狀況 如果沒有就算 好 正俊齊在哪裡 你怎麼又呼吸不過來了 真的 你不要故意喔 對 會不會現在說 玉琳哥要幫他人工呼吸 就會講話變很流利這樣 這個題目很為難 所以你要問說 沈玉琳跟亮澤 有一個人要幫他人工呼吸 他會選哪一個 選一個 對 亮澤吧 好像沒有很難選 其實好像沒有很難選 你不是說很難選 對 你也要假裝想一下 黃雅力 你怎麼... 你怎麼變黑髮 因為你們那時候說我很操勞 因為你們那時候說我39歲 可是你這樣有成功的年輕話 他有沒有愛上我 對 看起來好像藍色蜘蛛網 我覺得是TJ的問題吧 這三個男生當中 最看好你的其實是沈玉琳 你自己看需要你看好嗎 誰需要你看好耶 你是我的長輩喔 看好自己長 玉琳兄 你是認真的 我是認真的啊 因為那一次有一起錄影嘛 那整集錄下來我對他印象 那一集有你 有 我... 可是上次你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有瀏海嗎 沒有啊 你是你叫我剪的耶 你說有瀏海比較好看啊 對 可是你現在這邊有點... 兩邊有點分岔喔 造型新用的 公主 幫我用一下 你要把它蓋住 不然會感覺像禿頭 把它蓋不住 這邊兩根 它上次是金髮 對 黑髮比較漂亮喔 我們不要嚴重嘛 氣質也不一樣 泛舟哥可以替我回答嗎 就是他金髮還是黑髮哪個比較漂亮 因為我沒看過他金髮 所以我沒有辦法 妳的瀏海比較整齊耶 我嗎 妳的瀏海沒有分岔耶 今天那個造型師很貼心這樣 你知道沈玲玲今天來觀察你 我不知道啊 你還沒有跟泛舟哥同台過嗎 沒有同台過 但是我一直把它當作 我考察人生的一個 田野調查的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年來每次有爆紅人物 那記者會問我 那我的答案都是標準答案啊 就是說要看他的續航力如何啊 後續有沒有增進自己的才藝啊 那這樣泛舟哥 算是近幾年來最爆紅的 你知道泛舟哥的臉書粉絲 大概是78萬 超多 很驚人 對 所以其實超... 比育林中你多很多耶 其實我也才60萬了 對 但是我比較好奇說 他最近過得好不好 然後都在幹嘛這樣子 對 其實這七年成365天 再成24小時 還有61,320小時 這樣算起來感覺七年 博翰今天過得好不好 沒有 不錯... 你看 他拍很多紅色 對 博翰 你有料到你這次 在票選中間第一名嗎 我沒有料到 你有吹票嗎 我沒有 我不知道有這個... 比賽 對 對 我不知道有這個 麻煩在座的人誠實一點 有吹票的舉手好嗎 某某有吹票 你怎麼吹 我說就是一人一票 然後讓我回康熙 對 因為我想看到S階本人 對 因為我就不記得 我們有見過面 對 我那時候是侯朱傑 你這旁邊是... 我也是那個網友票選 想要看到我回來 你不是... 你是票選想要揍你的嗎 沒有...想要... 你跟24節氣當中的那個立東 對...立東剛過 有人要你回來嗎 有啦...而且是託康熙的福 我最近也是真的紅了不少 最近給一個國際巨星 一直不斷的唸他們名字 我現在有一首我自己的歌 不信的話 老師麻煩音樂 仔細囉 我的名字叫什麼 張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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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耶 好 差不多 他說 他說 張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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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對 需要用本刀嗎 需要 下黑步然後打出嗎 這樣子主持好了 可是 你其實比較想看到的是他旁邊另外一個警察 立東會是以帥促稱的啊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有票選 OK 所以只有浩銘在吹票而已 對 郭育成 你吹票 大催特催 他就沒有要看 可是我寫還是有那個 第六名還不錯 對啊 我那時候分 就是分享那個投票那個 然後就只有2000多人按讚 然後我第二次再分享 就變200多人 然後我想說糟糕一定沒有要看 然後我就抱著一種 算了應該不會上的心態 然後就被問了 就說有沒有興趣還康熙 然後我就馬上答應 我剛剛講到說他們 各位來賓當中 有一些人上過康熙之後 家裡的家長 看待他們的角度有改變 或者對待別人的態度有改變 這個我覺得很棒 因為沒有料到家長會跟著 體會到小孩子的生活態度 所以家裡面的家長 態度有改變的是哪幾位啊 雅力的 還有Bob Bob 你的... 你上次... 你好 你今天是復仇女神嗎 是... 不是 我今天是仙子 然後我有禮物想要準備 給S姐的女兒 妳過得來嗎 我過得來 我可以過去嗎 妳試試看啊 身體也打到 她的裙子 今天有做 哈囉 裡面還有燈耶 我也是一切 活動聖誕節快到了 我上次有過花圈給妳 我想說因為妳女兒也很喜歡公主 然後我就做了三個東西給妳的 小公主們 我覺得她們是最特別的公主 所以希望她們 希望她們可以永遠保持公主 可是有兩位會得到 鹿跟羊 有一個會得到鴕鳥 對 就是上面放什麼動物 是有任何意義的嗎 沒有… 可是我覺得鴕鳥很適合徐老三 因為牠很可愛 我很喜歡鴕鳥 上一次來之後 妳說妳家裡的人 態度的改變是什麼 因為我爸爸是警察 她的職業比較 嚴肅 對 然後也比較陽剛比較重 是我的親戚跟我的家人說 我在電視上看到滴滴的表現 然後 我那時候以為我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 因為我的打扮不是一般男生會做的 然後 我的爸爸就跟我講說 只要妳開心就好了 所以妳爸有看過妳那時候的打扮嗎 有 他有看到 他以前在哪裡看到的 其實這個故事要從我去年開始 因為以前 我有一陣子跟爸爸是不熟的 因為她的工作的關係 妳覺得鴕鳥玲有在找妳嗎 有 I can't see you 你真的 你真的 辛蕾慘遭網友恭喜 被屏幕向多分居 辛蕾跟黃雅力是來同一次嘛 然後被我們打扮成男生的樣子 對啊 然後辛蕾很火大就是 很可怕耶 真的 然後生物有受到很大的那個 我覺得她剛剛有一個網友說 那個這個太弱了 她就說 辛蕾長那麼醜 我根本是要奪魂具 然後說 奪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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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奪魂具 那奪魂具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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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在爸爸面前 是敢做這樣的打扮嗎 以前不敢 以前不敢 因為我爸爸都會 他都會把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玩小馬 可是他都會把所有 像女生的東西都收起來 他不願意接受這件事 對 然後比我玩金剛跟火 還叫我去學跆拳道 就是會覺得天啊 這一切都不太適合我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 最喜歡的東西 是沒辦法被拿掉的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在受驚的那一刻 也就是特別的 就像是你的女兒 她有你的成分在 所以我每次看你的照片 我都會覺得 對 基因 誰在講話… 誰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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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成分 有你的成分在 所以爸爸就說 你高興就好了 對 爸爸就說 你不要傷害人為主 你只要做你最原本的自己 就好了 OK 對啊 所以他們的接受讓你很驚訝 他們會這麼順利的就接受 對 然後我覺得 最讓我感動的就是 我覺得我以前是一個 很平凡的人 可是我覺得康熙讓我不平凡 不用那麼快就哭吧 也沒有想哭吧 沒有想哭 也幸好你來 因為我們節目快結束 很冷 比較趕快變不平凡才行 對啊 好 我們要看Bob上一次 上康熙的畫面 你拎的小包包是 我有要給...我有禮物要給你們啦 就是因為我知道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去花的 你自己親手做的嗎 我親手做的 然後我也有送給... 我覺得康熙哥不是都放鳥嗎 我覺得你可以放一些馬什麼的 就是 你可以別帶你的西瓜蝦 然後也是花你們 就是一系列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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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就帶了 蠻漂亮的 蠻漂亮的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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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讓妳變開了 對 我就是看她的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她做自己非常美 然後我就覺得在內心的那個自己 必須被引發出來 所以在看我們節目之前 妳本來是男裝嗎 對 所以是看了那個節目之後 慢慢變公主 就是 我可能就是因為受到妳的鼓勵 因為妳很做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風格 所以百分百是個門診 開啟了一點的事情 而且我都會覺得 小孩子 小孩子 你看看了多少人 爸 爸 今天要來之後 會改變任何事情嗎 我覺得我現在上節目 最主要的用意是 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妳的美麗其實並不是 社會大眾去定義 而是妳的自信跟妳的靈魂 去定義妳的美麗 然後也想跟大家說 原本的自己是最美 妳不需要去迎合這世界的規則 而去改變妳 就這樣 婦人有曾經為妳的美色感動過嗎 有 計程車司機 發生什麼事了 她就上車 她就說 妳以後搭車 所以這種話叫妳已經聽膩了嗎 誇獎是永遠不會膩的 我的飛掉哪裡 我想到 嗨 大家 是民修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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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這樣散發出來 我也覺得妳很美 剛剛是武林中頂尖了兩大女人 下婦上去再包 媽媽有贊成妳來嗎 有啊 媽就說妳要去上康熙 她就哭了 還沒一家人跟不一樣 對 一家人都這樣子 我比較好奇的是她的衣櫥 是怎麼塞得下這些衣櫥 會很擠吧 我的衣櫥很小 可是我都會把裙子把它折很好 像這個就 就我會把它掛在我房間的最上層 那翅膀呢 翅膀我會把它掛在那個牆壁上 因為翅膀也是我自己做的 翅膀也是妳自己做的 對啊 所以頭上的腳呢 頭上的腳是我朋友做的 然後她是從台中特地下來 幫我做造型 然後我朋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所以妳房間 場外 對 太好 很漂亮 好厲害喔 不輸喔 她從台中這樣上來的嗎 對 然後幫我訂製路 就是白路線 妳在交通工具上面 也是這樣打扮的嗎 我們都是 會有人要跟妳合照嗎 很厲害 歡迎妳來 好 好 好 買家… 好 另外一個人 是出了這個作品的人嗎 妳怎麼髮型改變了 對 我肩斷了 然後梳起來 好像這樣又更帥耶 謝謝S姐 S姐皮膚非常好 而且戴眼鏡妳眼睛裡 我看到宇宙 真的 妳有亂視吧 她額頭也很亮 很瘋耶 也是宇宙嗎 就是膠型蛋白的 兩個有飛溫症的人 剛剛我有帶 我的作品要給S姐跟康 有 她這個 裡面好像有一些 她的美麗的照片 然後 我去她社群網站看很厲害 所以妳是自己攝影 對 然後呢 我這次有出攝影集 是獨立出版 我會把每買一本 我就會捐10元 給台灣性別平等協會 因為我曾經可能是因為 比較陰柔的個性 所以我在國高中 有接受到霸凌 有一位叫做玫瑰男孩的少年 她也跟我 我們有很相似的遭遇 結果我去上廁所 就是別的二三樓的人 就會下來罵說 好醜喔 去上什麼廁所 女生還敢上男廁 就導致我到現在 我都只敢上慘障廁所 因為比較大街 然後又個人 他們在學校都會把廁所 鎖起來不讓我上 所以我也在對我自己的 自我性別認同也曾經很徬徨 但是我靠攝影還有創作 找到了對自我的認同 我就想把在自我認同 這條路上的影像集結起來 給大家看 然後知道有像我 還有玫瑰少年這樣的男孩 我們並不孤單 然後只要我們大家都出來了 說我們不正常的人 他們自己才是不正常 只要我們勇敢的反抗 這個櫃子消失的那一天 就會再更進一步 謝謝 七個演講 要自選了 那個妳講的玫瑰少年 應該是蔡依林 她們最近有在演唱會裡面 對 我也很謝謝酒禮 分享這個故事 怎麼鄭俊錡要不要也來一下 鄭俊錡好像不是這個路線了 他還在等那個 好像公護席的話 然後幫我跟楊欣哲 算是很危險的擠進了 我們的前十名耶 這是不一定能夠來耶 真的 上次來之後 楊欣哲沒有被罵嗎 我被大罵 大罵 特罵 狂罵 罵些什麼 網友 就說謝謝楊欣哲 你讓世界上所有醜 長得醜的人都擁有了自信 醜八怪 我想說我醜八怪 你醜九怪 醜十怪 醜一百怪 然後沒有照到這樣 好直接 妳剛剛還滿正面的 怎麼突然就這樣 對啊 剛剛不是很勵志 立刻變得很重 她剛剛說兩人 她只是孩子氣而已 而且妳文青的形象都美 維持一下 對 媽媽就是會有比較多情緒 自言會是人 所以你還是很在乎 那些言語上面的小孩 沒有 後來我看到康有哥的文章 康有哥說一面鏡子很髒 但是我們照不會覺得 我們自己的臉很髒 但是別人說出糟糕的話語 我們為什麼覺得自己的很糟糕 像他們說出來的一樣 我就立刻豁然開朗 謝謝妳 所以妳在網路上跟人家對罵嗎 沒有 我就想說算了 我就還跟他們道歉 妳只是除背的怒氣來 康熙來罵他們 我就道歉 我說我真的是節目效果 誰私底下會這麼尖酸刻薄啊 這樣我根本沒朋友 這是你 我今天看到他本人還滿驚訝 因為網路上的形象 是真的很文青的 因為我很喜歡他拍的攝影照片 你也在追蹤他 對 他可能有時候 是簡單的一個果汁 他就把它拍得很美 很像什麼行路那種 真的有在看耶 所以反正有這個心啊 也在乎關注很多 被別人冷落的議題 這個是很難得的 然後旁邊鄭俊錡先生 應該也是被罵得很慘吧 對啊 那時候播出之後 在播出前就已經被罵到翻 就是完全 就是太多已經不 就是關於媒體這個部分 就是明明是假的事情 很多人就是 不管是現在還是什麼樣子 就是語言這種東西 真的是最銳利的 可是真的有內心堅強的 他還可以撐過去 他們在罵妳的詞是什麼 他們罵的都是 他可能覺得我的緊張都是演的 能演得那麼像 天啊 算了吧 所以那種東西都是很自然的 中間有空閣嗎 所以當時 他們說你做作是吧 對啊 就是我全部都是自己演出來 然後怎麼樣 然後就是想紅還怎麼樣 我當初來這個看 黃雅麗幽默公力一流 不忘本鄉路人 超多網友蜜我就說 那妳 S姐漂亮嗎 我說你們不會看電視遊戲 對 我說妳幹嘛 不會我漂不漂亮 可是看我們開戲之後 每個人都說我本人更真 有人會問妳本人嗎 有啊 我每次去吃飯的時候 都還有人跟我拍照 然後就說 妳是 我說妳是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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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攻擊人家 還頂人家 感覺不管妳做不做做呢 大家評評理 就是她來那一集的主題 符不符合她的這個身分 我們把這件事情一起播出來吧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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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很像機器人有沒有 在走路 好帥 妳有戀罪嗎 妳什麼的 她在真重的狀況 然後在剪製 可是妳的聲音 在妳的談話裡面 就是小甜心 妳幹嘛 妳幹嘛把自己練成這樣 而且還是正方形 妳為什麼一直有一種就是 所以妳是這樣子的肌肉 妳先不要吵她 因為她臉在... 她臉在衝筋裡面 停下來 不要吵她 好緊張 好可憐 即將要做到2015臉書十大帥哥 好 就是妳 是妳 等一下 首先有這個東西嗎 不是 是因為洛克他們去分享 然後後來很多人撞去 然後其他都不是明星吧 有一個 森田 對 我記得 我知道那個環環 那個應該是不自然帥哥 環環環 她這張參賽照片 是穿內褲吧 是 所以這傢伙想用這照片幹嘛 就是想要交朋友 想要交朋友 穿內褲交朋友 她就是希望很多人愛她 然後來跟她搭訕 妳要的是這個吧 好啦 妹 好啦 妳會跟別人比起來會比較 差別比較大嗎 我其實沒有 對自己沒有很有自信 所以我那時候知道的時候 想說跟我無關 然後就把她關掉 我覺得她真的可以把衣服穿上 妳現在跟她單獨訪談的時候 會不知道這集主題是什麼 其他派的人就知道說 也許是在聊健身 可是妳在跟她聊天的時候 我想說幹嘛 就是有收過一些就是比較 該怎麼講 情趣用品好像有… 到底有沒有 因為很多奇奇怪 就是有一些奇奇怪 有收過那種很 最實用的情趣用品是什麼 情趣用品很少啦 她送的不是情趣 很少收到情趣用品 有很奇怪 剛剛不是說有收到嗎 沒有 現在要說沒收到 到底是要 你們這樣是什麼單元啊 妳被罵是… 我不覺得做作 可是妳應該文不對題 是可以被罵一下吧 就是我曾經上完之後 很多人他就是身材非常好 然後就覺得他為什麼沒有紅 然後變成他就… 其實他們曾經 然後後來也有三番… 就是後來在節目的播出 也出現了很多的朋友圈的人 然後之後他們就是那個心 他們的心態就是 我必須要跟他一樣紅 然後就來上完之後就 沒有 然後再來 沒有 再來還是沒有 然後 對 我覺得不會花太多錢 聽她講話會有一種 不由自主的不耐心 我就上來不知道怎麼走 可是她上過關係之後 就接到了一些表演的工作 恭喜… 接下來我們看那個 心磊跟黃雅力是來同一次嘛 然後被我們打扮成男生的樣子 對啊 然後心磊很火大就是 她很可怕耶 真的 然後生物受到很大的那個嗎 我覺得她剛剛那個網友說的 那個真的太弱了 她就說 心磊那麼醜 我根本是要奪魂具 她就說 沒有 奪魂具 她有沒有說 奪魂具 奪魂具 是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她剛剛生氣的那個 很殘神的那個 不要太喘生氣喔 不要太喘生氣 你幹嘛我們講 因為真的很像 我覺得很有創意 我們下次把妳臉畫掉好不好 而且重點是心磊 我跟我看那一集播出 我覺得我沒有來很可惜 因為她那一集 全程整個臉都是出油的狀態 我就很想幫她擦 妳現在又出油 妳要不要吸一下 不然又會被罵 對啊 很油耶 現在 然後呢 比較令人高興的是 黃雅力的家長 也對黃雅力的態度改變了 不要擺出那種手勢 對啊 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有看 我媽媽也有看 他們本來不叫妳這個打扮嗎 沒有 就是我在家裡 本來就沒有那麼女性啊 然後他就看了之後 他說 我爸爸就說 就是以後的路還是自己要走啦 我爸爸說 妳自己想清楚就好了 可是我還是說不要 那感情有變豐富嗎 一直都很豐富 好像有之前甩掉妳的籃球隊的學長 對啊 他本來封鎖我 然後就可能一直講我閒話吧 什麼 之後他又加回來我 然後就可能就私底下 問我事情這樣 就說 我有看到妳上那個看戲的那一個 超多玩偶蜜我就說 妳S姐漂亮嗎 我說妳們不會看電視喔 奇怪 我說妳們幹嘛 不會我漂不漂亮 可是看完看戲之後 每個人都說我本人更整耶 有人看過妳本人嗎 有 我每次去吃飯的時候 都還有人跟我拍一張 然後就說 妳是 他說妳是 我說我是亞利亞怎麼了嗎 他說 我有看妳那一集 他說 來攻擊人家 還會頂人家 妳很大牌耶 那欣蕾有得到 有人想認識妳嗎 有啊 而且我滿意外的 就是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陸陸續續很多人認出我來 而且不是桃花 不是啊 我去了 你們抗笑為我辦一集聯誼 不然我真的嫁不出去 對啊 怎麼這麼快 可能要靠自己 好 把黃雅麗跟星蕾的播出來吧 黃金時期是不是已經過了 妳是在家耶 妳是在家耶 妳是又醃又酒是不是 沒有 不好 沒在喝酒 妳有希望自己是帥的嗎 我男朋友都在說 妳當那時候好帥喔這樣子 我男朋友會這樣跟我說 那妳…她這樣講的時候 我覺得我當女的也很美啊 妳還不是用得很開心 不開黃雅會死是不是 是 這也可能是… 這也可能是日本的女明星 那是有胡渣 是這個意思嗎 眼鏡拿下來很厲害耶 胡渣是妳真實的嗎 每次戴胡渣 對 這好像會下降頭 我們都OK啊 所以妳私下 妳私下沒有要做這個風格嗎 沒有 我私下比較中心 雅力如果不要戴帽子 會OK一點嗎 妳這樣很Man耶 很Rocker耶 妳就是男生 不要再穿女裝了吧 我是穿中性好不好 妳心裡是百分之百的女人嗎 對啊 可是我真的覺得 妳也滿適合的 可是我留不出來 雅力 歡迎妳去做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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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什麼 對啊 什麼都不是講 我說我… 我就聽一個人太羞耶 後悔都來耶 這是女生硬伴的男生啊 對啊 妳幹嘛答應啊 我真的後悔 我真的後悔 為什麼要報名第一次耶 我忘記妳本來是什麼樣子耶 那是剛剛坐在那邊 那個竿竿路線的啊 妳要生氣嗎 幫我幫妳家裡鋪過去 那是什麼粗糙的假髮 那是她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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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比較好啊 可是我覺得我跟她裝扮 配的聲音也太不合理了吧 整個很不合理啊 對啊 主要是妳的頭 跟妳的身體很不合 很不像一個人耶 妳怎麼… 現在 她的武漢為什麼這麼難生 我是歐美的啊 歐美的全部都要的啊 妳今天在 妳不要這樣看我 我是說會很辛苦 我不是在看妳的假髮跟服髒 辛蕾 我先講 妳回去看床播會很想死 真的啊 她有一代什麼關係 妳是什麼 辛蕾 辛蕾也難理解 真的 她真的很像是 我們今天專訪素食業的 所以 辛蕾 妳有被講聲音像智琳是不是 對 好開心 她說我溫柔有氣質 聲音像智琳姐姐 好可憐 好可憐 就是這樣反差才會比較大一點 對啊 因為林志玲也滿像躲魂劇的啊 黃雅麗有被講是某人的妹妹 動力火車 對 所以說妳像動力火車有生氣嗎 有啊 我說的嗎 妳說信妳說 因為真的很像秋星啊 對 秋星 她說我們那裡的啦 OK 柏翰再次光臨康熙 小蕾絲不改搞笑功力 我發現我覺得 太常掐人家奶頭了 可是我竟然沒有掐過柏翰奶頭 有吧 沒有 不是 妳今天還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節目不是要收了嗎 這是零點正理嗎 對啊 柏翰 你在我心中 這是真正的 我想摸的奶頭 對 她身材可以摸的 她身材可以摸的 她就是整個是 鮮嫩的小娃娃的肉體 這符合妳的口味嗎 妳餓嗎 來 媽媽餓妳 來 白癡公主呢 有為我們做了一支 跟星座有關的影片 對 有 有做了一些影片 妳是不是被長像 今天的另外一個人啊 有人說泛舟哥嗎 她眼睛很像 很像耶 很像耶 有人說我跟泛舟哥很像 有海跟眼睛嘛 整個五官都很像耶 好像喔 好像喔 好 我要看白癡公主 幫我們做的影片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十二星座彩造大片的反應 重請搖耳空氣吧 妳 我想要踏片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正庭 妳真的太臭了 不行… 我真的快被踏片 妳臭死了 等一下 真的太臭了啦 好臭… 大便這種東西啊 我踩多了 我踩過的大便 比一吃過的米還多耶 奇怪 哪有一個味道啊 說說是我打到賽 不可能 說說不可能 還是太感動 不過她的面看起來 就是要打到賽的人啊 我踩到大便 其實呢 踩到面中的事 誰沒有過 人生之骨 誰無事 只怕廁所沒有 好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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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好有才喔 好厲害喔 好好笑喔 別裝抓得好好喔 所以她的… 她的邏輯是 妳是找一些亂七八糟的表情 隨便用還是 我們是有先想台詞 就想說最近十二星座很夯 想說那我們我們做一個 康熙版的十二星座 可是這表示妳看我們主持的表情 妳是覺得我們很像踩到大便的人 也不是啦 就是想說 因為我還滿喜歡看康熙的節目 我想說就是 也覺得可以搭一些 豐富的表情進去 妳這個影片花了多少時間做成 三天 三個晚上 還要找影片 在畫面還要找很久 而且這是我看過 她最健康寓教於樂的一個影片 妳說妳希望今天可以呈現 更多不同的聲音嗎 對 康永哥 我禮物要送給妳 好厲害喔 好可愛喔 要拿給妳們嗎 可以 她說她上次來康熙之後 那個粉絲增加了十萬以上吧 對 就是 謝謝 因為康熙的關係 就是讓更多人知道白癡 這是妳畫的嗎 這是我的朋友 另外一個配音員 就是最後錄那個聲音 對 超哥他畫的 而且我今天看到 然後康永哥還滿康熙 還滿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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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剛好帶鳥鳥來 是 有畫錯 我們有白癡公主的畫面嗎 好 波出來吧 白癡公主看起來不下流喔 你今天看她本人也嚇一跳 對 我跟你講 她是裡面所有裡面最下流 對 妳是我沒有嗎 妳是剛剛 被認為下流是因為妳都 把影片Post配上一些 很可怕的旁白是不是 就是比較Over的一些台詞 對啊 但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她是卡通嘛 其實還沒適合講 對啊 意思是說任何給妳的影片 妳都可以配上 妳心目中下流的旁白 對啊 其實主要還是要看畫面 白癡公主如果是方念華 現在在播新聞的畫面 妳也可以把她來配上 她在講很多很嚇人的內容 對啊 所以為什麼領導中 會有那麼多情色的字眼跟畫面 也不算是吧 這可能是心底 這可能是可能剛好有時候 會跟一些朋友開玩笑啊 小S在廁所發便當耶 上次在大號間 還要領到咖哩飯還富多多喔 就是由妳這種人事會起來混亂 如果聽說能當伴侄 那大家都有小S啦 怎麼樣 妳那什麼 妳胡說什麼啊 怎麼會找在臉上啊 好啊 那我們去找小S領便當吧 我覺得迷路只要太有深度了 太有 妳有什麼資格坐在迷路旁邊啊 不是 可是以白癡的... 以白癡公主的那個作品 應該根本就在網路上 是很受歡迎的啊 不需要...不像康熙也一樣 有很多粉絲 因為她粉絲有43萬 可是我開始覺得 她現在偶像包袱耶 因為我就偶... 因為我都會追蹤她的那個粉絲專 我上她的粉絲 那妳追蹤多少人啊 因為我就是只要有誰爆紅 我就會追蹤她 看她怎麼紅的 因為我一直經營都只有四萬人而已 你現在是四萬人 對啊 四萬人 我覺得跟他們比起來 我們現在比較像新人 我去年一整年好像增加三千人吧 我就滿開心的這樣 他的偶像包袱是... 就他開始PO 因為他就前面可能是什麼 Doraemon偷看一鏡洗澡啊 然後後面是什麼黃金獎 然後也是配一些很隱晦的 然後可是中間就有一篇他就說 我們人都要怎麼面對自己 其實你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就講一些很勵志的 可是潘舟哥也都講這些啊 沒有 就他的粉絲就回他說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反差啦 不是反差 就是 但是我有時候是心裡真正的話 就是說 因為平常的東西實在是 太下山爛了 所以就是想說 可以就是還是有... 有機會的話可以正面機會 所以粉絲有不滿你的帳 就是他們不想聽你講這些正面的事 好像是耶 然後底下都會貼一些 我今天上康熙莫名其妙的截圖 就有一張之後 也還好啦 然後就會被截圖 OK 對 半周上次來康熙幾乎沒有講到什麼話 對不對 就是丞翰臉跟你一起比賽一下表情而已 對 就是來 然後表情抓奶頭結束了 摸奶頭 你有覺得我們那一次讓你講太少嗎 不會啊... 就是能夠來這裡就很開心了 所以上了那一次康熙之後 有招致批評還是OK 沒有啊... 就是很好...大家很喜歡 對 對 對 真的啊 他超正面的 你瘦了什麼陰影 沒錯 他想兩秒鐘 那好像政治人物 對 沒有 真的 真的 你爭議還滿大的 因為後來有些媒體會說 你明明就是已經要開始當藝人了 可是卻一直說你不想當藝人 那個時候最大的抱點就是 那時候錄康熙之前 就是要錄影之前 然後就是有被媒體採訪這樣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準備好 然後又被嚇到 然後剛好 因為我是做業務的嘛 剛好有客戶電話來走進去 廁所接電話 然後可是他們就 就是寫出來的報導就覺得說 我有大頭症之類 要不要再聽一段 愛你的人讓你學會了感動 你愛的人讓你學會了給予 你不喜歡的人 讓你學會了寬容與接納 不喜歡你的人讓你學會 我愛的教理朋友 他就是 人本都這樣耶 你哪有那麼多廢話可以寫啊 這是現代蔡根譚的意思 其實算boring 你知道嗎 黑又龍 他有一個是寫說 不可能是不可能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但是你如果在I跟M中間 加一撇就變 I am possible 這麼無聊都在講 你幹嘛學這些廢話 所以為什麼白痴公主 就要走猥褻路線 然後她就可以講這些陽光的話 可是她真的有把什麼書的版稅 捐給幼幼院啦 真的很認真在做公務 所以你就是一個 這麼正面的人是不是 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都滿樂觀的 好 我要看泛舟哥上一次畫面 好熟悉喔 你好… 你這個講這樣耶 對啊 她的長相很特別 很驚訝 你長這樣怎麼可能 待在一般的行業 或是保險業 保險金喔 可是原來長這樣 大家也不敢跟你買吧 不覺得你在開玩笑耶 大根你可以過去跟他 問那句話嗎 最近這樣颱風很大 你們要去花錢 颱風你想要幹什麼 所以你是很會泛舟的人嗎 沒有 我泛舟過一次 然後我現在太緊張 我看到就是S姐我真的太緊張 要不要摸…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你 來康熙要幹嘛 來康熙就要是給小S姐摸 不來要幹嘛 什麼東西啊 什麼畫面 好像鬼的 不用啦 不要那麼客氣 怎麼樣 手感如何 有一點找不到東西 找不到 你是會模仿的那種人嗎 我不會… 我的模仿男神就在你的右手邊 過去就來看 看像… 還滿像的 你現在已經講得太像 對 台灣今天叫他飯粥會來幹嘛 S 他是一個玩咖吧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 你不是一個玩咖 我不是… 你喜歡哪一類型的 今天衝著你來 對 可是你 S如果有一次外遇的機會 應該不會選他 當然 還是有講一些話嗎 有 所以你現在的工作方向 到底是什麼 一樣啊 我一樣在保險業 還在保險業 是… 同一家公司 是… 然後有立刻升職吧 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剛開始看到范粥哥 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很窯條的人 對耶 我真的看到他我就覺得好誠懇 對 因為柏翰有六塊肌啊 會不同路線 柏翰才拍了公益的影片 跟捐學有關 對… 所以這次來康熙 有需要再跟上級溝通嗎 有啊 我都會寫報告 他們願意讓你來 對…他們願意 警察大人可以來嗎 有報告… 家瑋呢 有事先講 我們把他們兩位的播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轉過來 如果S說你其實沒有那麼帥 你難道不會心碎嗎 沒關係 我很堅強 我盡量禮貌好不好 盡量 1 2 3 請轉過來 1 2 3 請轉過來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不是那樣禮貌… 你又被摸到什麼程度 就是被摸到而已 真的 不好意思喔 警察先生 謝謝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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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邊已經是捏緊張嗎 還是可以來理紅燈 開我紅燈 你是不是來過康熙 對 來過 你上次來之後發生什麼事 就每個人遇到我都說 什麼意思 因為上次S姐都說 你是什麼東西啊 我有說過這麼沒禮貌的話嗎 超常 你有為你帶來任何好處嗎 有些人都會傳一些訊息 或奇怪的照片給我 什麼叫奇怪的照片 就可能是下洗照 你說你上完康熙之後 我們只能會帶給你下題照 對啊 你有說過你喜歡看下題嗎 沒有… 可是對啊 他們就都拍下題給我 可是都沒有什麼創新就下題了 上次你來 我們也沒有幫你取一個封號 你就帶著原來的封號回去囉 對啊…就這樣 還是叫下題警察 每次在警察先請你轉過 好 歡迎妳 妳對她的印象嗎 有 妳有開過她玩笑嗎 有被捏過奶頭 我捏捏奶頭 所以我當時捏奶頭的情緒 是哪一種啊 就是那個...就... 就是衛繞警察的心情 對 就是 加持 她還沒有找到當警察的樂趣嗎 有啊 什麼 有沒有讓你感動的事 感動嗎 有啊 就是有時候 我們旁邊是醫院 有一些奶奶會忘記帶錢 有時候會借她們 因為有些學長都 覺得借她們就有去無為 但是有遇到幾次 她們都有還我啦 整體算起來是虧的嘛 是不是 對 請問警戒王陽明先生 這個封號是你自己取的嗎 這個封號是之前那個有上新聞啊 然後記者有採訪 然後之後同事就跟... 結果有提到說 我長得滿像王陽明 就某個角度而已 因為你現在有一個 警戒王陽明的封號 你萬一轉過來差很多 我們就會很失望耶 就直接報警啊 報警抓著 報警他們十個都會接電話 警戒王陽明轉過來 好 歡迎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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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他有一個角度這樣 很帥 眼睛完全就是王陽明啊 很帥 嚇到 許建國有很驚訝他這麼帥嗎 對 我覺得剛剛在背後 沒有 我在背後的時候 感覺不出來 王陽明我想說他可能是吹噓的 我覺得吹噓王陽明很危險 一轉過來 來 我本來想要嘲笑他 結果沒想到他一轉過來 我就心動了 這樣吧 妳當時說妳心動 現在柏翰在床怎麼收拾 怎麼辦啦 我會不會太隨便 那妳要跟柏翰的表格生機啊 而且柏翰 我發現我就是太常掐人家奶頭了 可是我竟然沒有掐過柏翰奶頭耶 有吧 沒有 妳今天還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節目不是要收了嗎 算是臨別贈禮嗎 對啊 而這些回娘家的素人們 還會回顧哪些經典畫面 又會帶來哪些報銷內容 別錯過的下集空起來了